台湾新闻开日期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夺下了今年美国直篮NBA总冠军的丹佛金块队 在15号举行了胜利大游行 有75万人上街头和球员们一同来庆祝 金块终结47年的冠军感喊 成军47年夺下第一座总冠军 NBA丹佛金块队从先前的万年烂队脱胎换骨 15号举行胜利游行 接受全程75万人的热烈欢呼 身高211公分的当家中锋约基奇 个性低调 独冠当天还说不想参加庆功游行 只想赶快回家乡塞尔维亚 但在万众粉丝前高举金杯 谁会想错过 尽快在冠军系列赛中 4比1高效率气走东区老八热火 开心的丹佛市政府直接宣布 6月15号为金块日 为了胜利游行动用消防车 甚至还出动特警装甲车 主要大街小巷封街 让球员球迷一同庆祝 只是没想到乐极生辈的事件接二连三 一名警察在消防车旁回安的过程中 腿部受重伤 表情痛苦紧急送医 而在车顶庆功的约基奇妻子 在游行中被啤酒罐砸头 场面一度混乱 尽快夺冠到游行当天 更传出多起枪击 总计10人中弹 看着自家球队终结冠军干旱 单否执法的位防止市民 做出脱续行为 继续上级发条 张力德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